你平常用的毛巾到底多久才会换一次呢 现在专家就特别提醒了 如果毛巾不常常洗或者是定期更换的话 有可能会有很多的细菌在上面 目前美国的亚利桑那大学就做出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说 三天没有洗的毛巾它的病菌量达到八千万只 如果你使用这样的毛巾的话 等于是拿马桶来擦身体一样 而且一个星期没有洗的话 有可能会有达到上亿只的这个病菌 那这些病菌到底有哪些病菌呢 现在专家就分析了 包括了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旧菌还有黴菌等等 这些东西虽然你看不到 但是会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那会影响到哪一部分呢 就是包括肠胃道的感染 呼吸道的疾病以及皮肤过敏等等 像一些湿疹等等 有可能都是从毛巾上面影响到的 那现在呢医生就特别提到了 最好使用两三次之后呢就要开始清洗 而且呢每两三个月呢 就要来定期更换你所使用的毛巾 第三点也很重要 就是避免共用阴防这个病菌 有可能会有互相传染的问题 那其实现在毛巾呢 上面很多一些病菌 是你眼睛看不到 但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你 因此在清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那清洗的方式有哪些呢 包括是放在热水里面 或是肥皂水里面浸泡十分钟之后呢 开始搓洗 最后呢拿去晾干 而且要注意千万要放在一些 比较通风的地方 如果太潮湿的话 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病菌滋生的温床 想要掌握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 这个QR Code就能加入TVBSAPP 让你消息不漏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